我之前做过一期蜡笔小新的恐怖特辑 在那期的评论中 有朋友推荐了不少我没看过的剧情 而在这其中 我觉得除了剧场版之外 最恐怖的一集 当初恐怖的升降电梯 那具体恐怖在哪呢 咱们来好好聊聊 故事的开头是园长站在电梯门口 而和以往不同的是 这次的园长表情非常的严肃怪异 直接就奠定了恐怖的基调 在园长说完话之后 画面一转 来到了幼稚园的校车上 小新问可以去封建家吃爆鸣吗 封建感到很诧异 小新是怎么知道自己家里有爆鸣机的 但是也没多想 直接又答应下来了 娃娃车在封建家门口停下 封建下车和车上的人挥手道别 封建走到公寓门口的时候呢 却发现整个公寓的气氛的都怪怪的 没有一个人 并且周围一片漆黑 正当封建感到不解的时候呢 他看到小新从他的身边过去 并且跑到了电梯里 于是封建赶忙追赶 但是到了电梯里发现 小新并不在 封建以为是自己看错了 于是不慌不忙的 按下了自己家所在的七楼 电梯在不断上升 同样的 诡异的气氛也在逐渐的加重 到了七楼后呢 封建发现自己家门口 常放的凳子不见了 紧接着开始敲门 看到没有人回应自己 以为妈妈出门了 但是一抬头 发现门牌上显示的是805所腾 并不是自己家 封建一边笑着说自己按错了 一边重返电梯 按下了七楼 但是发现呢 这次到达的竟然是六楼 没错 封建家所在的七楼 竟然无缘无故的消失了 不敢相信这一切的封建 又做了许多的尝试 但是最后发现 无论自己试了多少次 最终呢 只会在六楼 还有八楼徘徊 感到害怕的封建 跑出了公寓 在外面数了一下 到底是几层 发现第七层是存在的 而且还看到了 自己的妈妈 正准备从电梯下来 封建急急忙忙的 又跑到了电梯 准备和妈妈碰面 但是电梯啊 到了一楼 却没有看到妈妈的身影 封建还是坚信 七楼是存在的 再一次的按下了 七楼的按钮 在电梯门即将关上的时候呢 他看到了妈妈 从另一个电梯中下来 等到电梯停下时呢 封建发现还是八楼 封建此刻突然想起来 为什么妈妈出现的地方 会有电梯呢 在之前明明是没有的 怀着这样的疑问呢 封建再一次的回到了一楼 晓得是又一次和妈妈错过了 看着妈妈所乘坐的电梯 显示的是七 封建以为 妈妈乘坐的电梯 才是真正可以回家的 就在这时 之前出现的小心 再一次的出现了 并且上了一个新的电梯 而这个电梯呢 之前也是不存在了 封建回头一看 妈妈乘坐的电梯 凭空消失了 现在整个楼道内 就只有小心所在的电梯了 进口的封建呢 本能的跑向了 小心所在的电梯 但是和最开始一样 小心又不见了 此刻的封建啊 已经恐惧到极点 而这次的电梯啊 并不是到了六楼或者八楼 更不是到了正确的七楼 而是到了楼顶 到了楼顶后呢 一边喊着小心的名字 一边徘徊 通过屋顶的防护网往下看 发现了娃娃车 又停到了家门口 更诡异的是 从娃娃车上 下来的不是别人 证实自己 楼下的自己 跟着娃娃车道别之后呢 突然抬头 然后变得面目猙獰 封建此刻 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于是到处奔跑 而他的身边呢 有无数的小心 在围着他转 最后封建掉进了 诡异的电梯中 而这次的电梯 到达的才是封建真正的家 故事的最后呢 他和开头一样 是园长站出来述说一切 原来封建去的 并不是别的地方 而是时间的裂缝 相对于朋友们 推荐给我的大旋转夫人 还有幼儿园楼梯等等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恐怖的 因为其他的故事 起码或多或少 都有一些笑点 而这次的电梯事件 完全让人笑不起来 只会让人感到含义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关注我们的动漫新机缘 我们下期再见